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李长泰 我们继续OMVFALSE for iOS课程 这节我们学一下项目的立项流程 那么这本课主要是讲OMVFALSE的操作 但是我认为项目的立项流程非常有必要 为什么呢 当我们使用OMVFALSE最初的时候会感觉非常有效率 非常有帮助 但当你使用时间比较久的时候 相信大家会遇到很多困惑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不断的向收件向中收集 会按照JTD的加工流程图不断加工 会发现项目越来越多 比如看这张截图 我如果做检视的时候会发现 我有121个项目要进行检视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同时推进121个项目的 如果我们同时推进的项目过多 会发生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个项目的进展非常慢 再有有些非常重要的项目 比如说应该在一个月之内完成 但是由于你同时做的项目太多了 这个重要的项目在一个月内没有完成 错过了最佳时机带来很多损失 此外 如果长期不能完成一个项目或者几个项目 内心会非常的没有成就感 有挫败感 然后甚至会怀疑自己的能力 怀疑JTD的流程 怀疑有没有Falce 实际上是由于我们没有正确的运用软件 想要正确运用软件 你必须要深刻理解项目 深刻理解项目是有立项流程的 并不是说我们收集到收件箱的内容 如果判断为项目就要立刻去执行 项目是需要有一个立项流程的 这张图是我根据我个人多年的生活工作经验进行总结的 当然这张图可能适用于我目前的环境 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公司 我给大家先讲解一下 大家可以根据这张图作为基础 然后将来灵活使用 首先我们会有一个项目的想法 这个项目想法是我们对外界进行感知 或者是自己遇到一些问题 或者发现一些机会 或有一些项目的想法 当项目有想法的时候 大家注意最好先进行记录 比如拿一个本子 或者拿一个Excel先进行记录 记录之后我们要进行汇总 汇总之后 首先要对每个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 什么叫可行性分析呢 这个项目在当前的时间 大的环境下 比如科技 自然环境下 包括经济条件下 是否具有可行性 要做一个分析 好 接下来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比如我想移民到火星 大家也知道当今科技条件还不允许 就算科技条件允许 但是个人经济条件也不允许 所以这个项目可行性分析是否 这个项目就可以存档备份 等到将来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时候再启动 再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想每周末去爬山 但是由于我身处在北京 北京工具质量不好 如果每周末都去爬山 可能对身体的损害会更多一些 所以这个项目的自然环境的条件不允许 它的可行性分析是否 我只能把它存档备份 当然有些项目我们出于一个好的目标 这个项目本身 每周末去爬山项目本身是没有可行性的存档备份 但是我们可以产生其他项目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每周花大概三个小时在家里健身 家里的空气要用氢化器保证空气质量 这个项目就可以执行 再比如你的朋友向你推荐了常态老师的课 Omiplan for Mac 然后你发现这门课总课时是8小时左右 费用也不高 然后你也评估一下自己的时间 自己最近刚好空气时间比较多 也想学下项目管理 学下Omiplan 然后这个项目就具有可行性 当这个项目具有可行性之后 我们做下一步分析 下步分析就是投资回报率的分析 投资回报率的分析 简单来说其实就是金钱的投资回报率 举例来说比如我一个项目投入了1万块钱 最终的收益是5万块钱 获利是4万 投资回报率就是400% 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需要把每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都列出来 列出来之后 让项目之间进行比较 我们当然是会优先做那些投资回报率更高的项目 当明确做那些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之后 这些项目会真正的立项 立项之后会正式的执行这些项目 所以大家从头看一下当我们有想法到这个真正执行项目的中间是有很多过程的 那这些过程的是需要进行分析进行思考的 那我个人认为不论你是关注于个人成长还是关注于你在公司的职业发展 还是你正在创业要创业一家公司 其核心的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在于中间的分析过程 如果我们每次都把自己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资金 做那些投资回报率高的事情 那你发展的会越来越好 如果我们反之做一些投资回报率比较低的事情 那可能就会被社会淘汰 那为了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投资回报率的概念 我举几个例子 那第一个例子就是公司的项目 比如说你在公司你是项目经理 然后你接到了公司各个部门提出的一些项目 然后一共有四个项目 然后这时候你要对项目进行排序 你要向你的领导回报 这个应该优先做哪个项目 那这个时候其实不要靠感觉 这个最有效的方式 这个根据我多年工作的经验的总结 那就是投资回报率 好我们看一下这几个项目 我们接触到了几个项目 那首先我们要对每个项目进行了解 找这个需求的提出人进行沟通 沟通一下这个项目 你想做到什么情况 做到什么程度 什么情况算满意 能验收 达到你的目标 那当了解之后 我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 也可以找一些同事领导进行沟通 那如果想做到这样的项目 需要投入多少人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或者是需要投入多少资金 比如第一个项目 我们认为需要大概是投入五个人 大概需要用三个月 那五个人三个月 大概估算一下 人力成本的是15万 可能还有25万需要采购其他的设备 那这时候总成本是40万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进行一下 这个投资回报率的分析 那可以找这个项目提出人 或者找一些公司的一些其他高层 一同来分析 那这个项目在未来能给公司带来多少回报 那比如有几个比较显著的一个参数 比如第一年回报 那在第一年能回报多少钱 比如是40万 那在五年之内能回报多少 假如说我们预估是200万 那用这个200万减掉40万 是160万 除以这个项目总成本 我们发现他的回报率是400% 那接下来我们依次按照这种方法 对每个项目进行评估 那评估完之后 发现四个项目的五年回报率 分别是400% 25% 300% 这是负的25% 那负25%的含义就是这个项目 这个投入要多余产出 这个项目的本身是亏本的 那当我们计算出这四个项目的五年回报率之后 其实该做哪个不该做哪个呢 优先做哪个 这个其次是哪个就非常一目了然了 那么优先做的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 是项目A 其次是项目C 然后项目B这个桌心考虑 因为这个投资回报率并不高 那项目B可以否定掉 那这里给大家补充一点 我们看这里的投资回报率 是没有考虑存款利息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 我们看一下项目C 比如说一年内投资 投资了50万 那其实这有50万元存在银行 每年有百分之几的这个理财的收益 那其实这个300%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计算方式 实际上的回报率肯定是低于300%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原有资金本身的理财收益的话 好 这个是针对企业级项目投资回报率的分析 那如果你在企业工作 如果你能把这个支点熟练的运用 正确的运用 相信你会得到公司高层的认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个人成长领域该怎么计算投资回报率 那这张课件是我目标管理课程的一张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学一下我的目标管理课程 那我记得在我一次课程之中 这个我也是展示一张幻灯片 然后有个学员就说 我今年刚好有三个目标 也是减肥学习演讲和加班工作 那我当时认为加班工作应该放在第一位 然后第二位是学习演讲 第三位是减肥 但看了你的分析 发现我之前想错了 那为什么他想错了 那是因为我进行了非常量化的分析 好 我们主条来看 比如我们想设定的第一目标是减肥 我们想在一年之内减掉20斤的坠肉 我们大概评估一下 我们最好是每天运动一小时 然后一年需要投入365小时 随外要注意自己的营养 多吃水果蔬菜 减少油腻食品 然后多吃一些坚果 然后注意喝水 保证睡眠等等 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这时候我们知道 自己的总时间投入是365小时 那么有什么回报 这个我们大概看了一下统计数据 发现如果我们是一个肥胖的人 这个寿命会比正常的人寿命短10年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年之内的把体重减掉了 减掉了20斤 然后成为一个身材标准的人 这个可能会获得10年的寿命 10年乘以365天 再乘以24小时 然后用这个产出 除以投入 发现投资货率是240倍 好 我们看第二项 第二项就是我们想学习演讲 我们分析一下学习演讲的投资回报率 那学习演讲 我们在网上查了一下 有学习班 费用大概是1500元 然后这个学习班 大概一共需要投入50个小时的学习 这时候会出现两个单位 一个单位是小时 一个单位是钱 这两个放在一起 怎么统一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 你只需要计算一下 你的收入 比如说你月收入是22000元 然后就除以22天 然后每天收入是1000元 然后1000元再除以8个小时 那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元 那100多元再乘以50个小时 这时候会发现 投入的时间成本是5000元 然后再加上你参加演讲学习班的课程的费用 大概是6500 然后我们开始分析回报率 这是我们发现如果我在公司一直是做以前的工作 做技术岗位的工作 这个收入增长比较困难 但如果我的口才非常好 又有一定的管理能力 可能一套槽每年的年收入就会增加5万 所以我们用5万除以应该是6500 大概算了一下 就在第一年的回报率可能就是7倍 这个回报率非常的高 如果考虑到5年10年可能回报率会更高 好这是第二项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项 第三项是加班工作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努力的工作 加班工作 获得更多的收益 我们看一下这件事的投资活力有多少 比如说我们每周加班16个小时 每周加班16个小时 其实大概每天加班两三个小时 或者是周末来一天就能做到 一年加班是800个小时 这时候我们先需要算一下自己加班800个小时的时间成本 转成金钱成本的投入 每小时成本是100元800个小时一算是8万块钱 自己加班工作大概投了8万块钱的成本 我们接下来要评估一下自己的产出 可能每人情况不一样 假如说我估算了一下 如果我每天非常辛苦的工作 加班工作 可能到年底会获得四五万的奖金 这是四五万的奖金 然后我用奖金的数量除以之前加班所投入的总成本 大概算了一下 回报率是0.5倍 所以当我们计算完投资回来之后 正如另一位同学所说的 他之前认为应该先加班工作 然后再演讲 再学演讲 再减肥 后来发现计算之后 应该最优先做的是先减肥 然后再学演讲 然后再加班工作 所以说很多问题 当我们进行量化以后 他得到结果可能让我们非常的吃惊 我们会发现自己原来感性的认识 和理性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所以建议大家当你在处理一些单个的行动的时候 完全可以遵循JTD的加工处理流程图 尽快去做 但当你在处理一个项目的时候 最好做一个项目的一个判断 判断它的可行性 然后判断它的投资回合率 然后对项目进行排序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体会进行实践 好 我们回顾一下项目的流程 应该说项目的立项流程 立项流程第一步有项目想法 然后评估可行性和评估投入产出比 就是投资回合率 然后对项目进行排序 投资回合率高的项目 建议是优先立项 当然也不绝对 有些项目除了资金的投资回合率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意义和价值 也可以优先立项 这个综合考虑 当项目立项之后 才执行项目 然后执行项目之后 再进行收尾 应该是有验收收尾 这个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项目的 一个立项及管理流程 在实际情况中 大家经常会犯一些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有想法就做 这一点其实很多人是信奉的 但我建议在有想法就做之前 中间要加一个分析的过程 这个过程非常的必要 其实我们往往缺的不是行动前的计划 而缺的是计划前的行动 希望大家多体会 计划前的行动 其实就是要多收集多分析 常见错误第二点 就是不考虑投资回合率 有些事情觉得希望去做 但是没有考虑自己会投入多少资源 当你计算完投入的资源 和带来的回报之后 发现这个项目根本就不值得做 或者是干脆是亏本的 第三个常见的错误 就是不考虑全局 没有合理的安排各个项目的时间资源投入的一些关系 第四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不考虑资源 有些项目可能还没有评估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资源 就开始做了 结果做到一半 发现资金不够 人力不够 社会关系不够 包括一些外部环境的不允许 所以说这四种错误 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在个人成长领域 包括你在职场的发展过程中 如果能避免这些错误 我相信你已经比80%的人要优秀了 好 最后给大家展示一个小的案例 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案例 比如说我们在 我先看左侧 比如在一年之内 我想做这些事情 包括参加演养培训 参加拖曳考试 参加PMP考试 去旅游 运动减肥 国学的学习 想做六件事情 大家注意 这六件事情 不可能同时启动 如果说你同时启动 可能你在短时间内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发现你根本无法同时完成这些项目 自信心会减弱 可能都放弃掉了 所以说我们要合理的安排 怎么安排 我们看一下 比如参加演养培训 大概只需要投入一个半月 培训过程由老师教 非常简单 同时我们也不需要参加几页考试 参加完培训之后 可以利用后面的时间进行练习 所以说尽可能放到一年比较早的时候 第二项 比如说你想参加拖椅考试 经过了解 拖椅考试大概是在六月份有考试的时间 我们大概提前三四个月 参加培训准备 这个时间是比较不错的 第三项 比如说你想参加PMP考试 如果PMP考试放到拖椅考试的同期 你的压力会很大 所以我们尽可能把PMP考试的错后 放到下半年 这样两考试尽可能让你压力不会太大 同时第一考试结束之后 大家看到会有大概两个月的中间的过程 会让你放松一下 中间安排个旅游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运动减肥 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设定一些里程碑 比如说每个月 应该是每个季度减掉多少斤 这个分成四个阶段 每天都投入 这个是减肥运动 比如说想学习国学 想学习四书 可以每个季度定一个学习计划 然后把这个计划分配到每个月之中 可以根据每本书的难度 和它的页数大概分配一下时间 好 如果我们设置这样一个计划 大家会感觉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我们把各个项目 在各个时间段进行合理的分配 在某一个时间段内 比如说我们看在1月份 大家仔细看一下 其实你只需要同期做一个核心项目 就参与点培训 然后其他就是平时的日常的减肥和学习 我们再比如看 比如说在5月份 你需要做的就是拖曳考试的准备 包括减肥 包括国学的学习 再比如我们看到10月份 10月份只需要做PMP考试 包括减肥 包括学习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时间段内 你都不会过于的疲劳 这样保证你能够长久的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张图是用项目流程管理软件 Omic Plan for Mac进行设计的 Omic Plan和Omic Force是同一家公司 都是欧米集团的产品 我在各大平台也发布了 Omic Plan for Mac的课程 欢迎大家学习 好 以上就是本节课程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集再见